今年的元宵节真的是很热闹 在戏指有好几个礼都举办了庆祝活动 像是一号早上江北礼就举办了庆元宵活动 前一天请志工搓汤圆 还特别煮了三种口味的汤圆 请李明品尝 另外只要捐发票还有灯笼大方送 里长表示吃汤圆象征圆满 要和李明一起来欢度佳节 来到江北市民活动中心真的好热闹 一号上午举办的吃汤圆提灯笼活动 一早就吸引好多李明陆续参加 因为庆祝元宵节 所以从昨天开始志工们就开始搓汤圆 这次大手笔准备了200斤的汤圆 活动当天李明们可以享受三种口味的汤圆 花生 花生 这一样的黄鱼 这一样的米粉 没有我再吃 黄鱼 这一样的米粉 元宵节 汤圆也变化了食材 那我们今年有加了藕鱼 素食的时候正材实料 而且也有甜的 也有花生粉的 还有另外再研究一个 发生的那个 技能研究的这样 然后来我们港巴利来这边吃汤圆 然后我觉得它的汤圆很好吃 而且有甜汤圆 咸汤圆 然后那甜汤圆还有撒花生粉 就表示会有好事会发生 然后那个咸汤圆就是料很实在 汤头很赞 所以我们江北里的李明很幸福 庆圆虾跟其他的李不一样 他除了花放这个灯笼之外 他特别煮了很多的汤圆 包括今天有特别的就是这个 芋头米粉汤圆 我这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这个甜的 还有咸的 好多种 真的是用心准备 当天议员廖正良 白佩如 以及议员抓铃服务处主任 还有系区长徐开宇 都来参加和李明一起吃汤圆 当天准备有甜有鲜 有撒满花生粉 敢吃的有枸杞煮汤 另外还有放了高丽菜香菇米粉的咸汤圆 都好受欢迎 对啊 很好吃的 我们若长来收银子 黑银子和银子都很好吃 好 谢谢 咱们可以做一种吗 都好吃 我也觉得很好吃 今天很好吃 那是有甜的有鲜的 对啊 对啊 都是很好吃啊 所以我们非常温馨 在这边呢 我们希望我们江碑梨办任何的活动 都办得非常成功 我在这边也祝福他们 这个元宵 大家团团圆圆 圆满 昨天开始就在忙了 昨天就开始先备料 然后今天早上就一大早 就准备这些食材 热汤汤的汤圆 来给 来给乡亲李明来这样吃 特别的是 结合爱心早捐发票 就可以兑换一个蒸笼 而这些发票也将全数捐给社府团体 帮助弱势 此汤圆相证圆满 也让江北里庆元宵有浓浓的团圆味 嘉诚慧玲 西纸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